那我们彼岸的理念跟企划的目的 就是希望在这个资讯大量涌入的时代之下 去发展人跟人,人跟土地的连接 从认识自己开始着手 去察觉自己当他最真实的状态 并且接纳自己 再来经由人际互动 不管是沟通还是合作 去发掘自己的人际当中的角色 做过他人眼中的我自己 去发现自己的不同的样貌 那在经由团体凝聚力 一起牺手去爱护家园 身体力行去还原 来与这座导致最美丽的样子 我们继续内容的主要是分从 服务队跟志工照顾的部分 那我们服务队针对的对象是 来伏的小学童 第一时间是2020年7月26号到8月2号 那我们主要是以身体体育 跟他们一佩家园为主 那我们志工照顾在 并且会有教育传写的服励 你的批训